一路人生 49 谁在当下 一位灵修者对我说 上了好多灵修课 还为此去过美国 印度 花费上百万 学习所得 无外乎 爱他人 还得是无条件的 爱自己 然后是活在当下 读一路人生之后 豁然开朗 觉得以前课都白上了 但是 看修觉一篇 也有活在当下 这不是又学回去了吗 近年 很多人 很多文章 对活在当下 有各种解读 成了件时髦的事 但 祸于象中 流于钱表与望闻生意 都会误人不浅 我对这位灵修者说 谈活在当下 别忽略 绝食主体 学义之后 你该懂得问个问题了 谁在当下 可以说 义出现之前 没有人活在当下 因为 活在当下 是有先决条件的 而这个先决条件 就是唤醒我 先要明白 什么是我 将我唤醒 这样 才能靠近真相 才有 活在当下 否则 活在当下 是一句空话 听四智 食则鱼 犹如迷魂汤 麻烦很多人 一路人生中 我用活在当下 一词 是为便于 和大家沟通 修觉一篇 是对学义之人 谈如何 才能活在当下 那么 为什么活在当下 义所说的 活在当下 是指什么 学义的朋友知道 我们生活在 像世界中 你感觉 活的真实 是源于 绝食 与当下 能量的互动 过去 如同 时空定格 可以回忆 或回溯 绝食 无法与之互动 未来 如同 能量趋势 可以绝食投射 却 只增加变量 而不是互动 懂得这些道理 才能 活得落地 你才会 真正领悟 义所说的 活在当下 你只能与当下 能量互动 提高绝食 做好 互动中的平衡 这时 你才明白 如何 为自己的生命负责 迷魂汤 何止一碗 除了活在当下 还有 我本剧足 我先及X 佛 神 医 宇宙 做自己 向内求 等等 对上位学艺的众生来说 不知破相 便会 人云亦云 错把迷津 当己见 又于绝食 而不自知 我本剧足 我先及X 迷茫久了 难免找点安慰 虽然遮羞 却扼杀了绝食成长 偏离了本灵规划 助长了自以为是 哪来的具足 修食无止境 做自己 向内求 连什么是我都搞不清 做哪门子自己呢 又于绝食 向内能求出什么 越向内 越狭隘 越求 越偏执 还荒废了 轮回功课 不多举例 灵修领域 从来不缺迷魂汤 异界导师们 如果有兴趣 可以当修实题 自己去拆解 破相 是学艺之人的 基本功 多修实 看清真相 背后的真相 唤醒我 你的生命 才是你的 把生命还给自己 活在当下的 才是你 我 不客气 太好了 不客气 Create